大家好 我是沙丘兔子俱乐部的赵才猫 Ocean 今天刚刚在咳嗽 所以去拿了一颗糖 然后再回来就和大家再聊聊吧 今天的咖啡闲聊 本来我们想周末的时候做 但是周末的时候我生病了 所以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 关于财富自由的话题吧 刚刚接触到财富自由 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 是在我还在会计师事务所的时候 当时是做到senior的level吧 也是非常大的压力 然后呢每天的加班的时间也比较长 工作的强度也比较长 大家知道我们是做税务的 到了税务之后呢 是非常非常忙的 那我个人的experience呢就是 当时可能身体上出了一些状况吧 也有可能是精神压力比较大 可能加班加的比较多 睡眠也不是很好 然后我还记得那一年的税务的最后一天 9月15号 因为我们当时是做corporate tax 9月15号呢是公司的税务的最后一天 然后我当时交完了客户的资料去了RS 当然我们是e-filing的电脑直接就可以交出去的 完了之后呢大家都去庆祝税机过完了嘛 然后我就站起来突然觉得眼睛看不见了 大概有几秒钟时间嘛 不过那个时候人是非常清醒的 就是有意思是特别怕自己倒下去 然后被送到医院去 但后来呢过了大概一段时间 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因为旁边也没人嘛 然后同事都去那个参加party去了 然后后来就恢复 慢慢恢复了 就是可以看得见了 那就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一直想着 是不是应该从四大的环境里面辞职了 当然是在四大学习了很多东西 那当时是自己的身体有点出状况的时候 就很想找一个不同的环境去生活和工作 那当时机缘巧合之下呢 我就接触到了富爸爸穷爸爸的书 那还有一点就是 当时是想换一个工作 但是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其实是在外面的工作 也不是特别好找 如果是有一份工作 那时候会觉得其实挺幸运的 然后在还没有换工作的时候呢 我就在想 是不是能够找一个不同的opportunity 所以从理财书 我也不知道怎么接触到富爸爸穷爸爸呢 好像就是当时就心想事成嘛 就让我看到了他的理财书 就提到了财富自由 我读的第一本书应该是 Cash Flow Quadrant 就是他有一本书写了一个现金流 一个十字架 左边呢 上面就是Employee 下面就是Self Employee 小业主吧 上面是打工的Employee 然后呢 这两边呢 都是要用时间去换钱的 当时我就特别感同身受 觉得哇 我一定要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换钱 那他又说到了 在右边的两个 右边上面呢 就是Business Owner 然后呢 你拥有一个生意 可以就是别人来替你工作吧 这样你会有很好的收入 或者是你学会做投资 叫Investor 变成一个投资人 然后呢 我当时上班的时候 也马上要辞职去做一个生意 也不太可能 所以呢 就开始看他的理念 学习一下 怎么去成为一个Investor 至少学习学习 怎么钱生钱吧 所以呢 就接触到了 第一个要了解清楚的 就是看看我们怎么样实现财富自由 我们大家呢 对于财富自由 可能会有一个误区 也跟我以前想的一样 觉得要实现财富自由 需要很多的钱 但是 其实我们 把它放入一个情景里面 就 非常容易理解 财富自由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认为的 钱呢 是符合于我们的生活质量的 实现财富自由之后呢 你就有了时间 有了自由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可以focus在自己 高品质的生活吧 那想一想 我们的退休生活好了 总有一天 我们都是要退休的 那有些人呢 退休的来源呢 是靠政府给 有些人呢 会自己给自己养一 再买一份退休年金 那又多一份收入 还有些人呢 就是非常非常有钱 那那个 每年的收入呢 都足够自己 还可以帮助 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呢 每个人实现 就退休的状态不一样 那我们把退休的状态 移到现在来 可不可以提早想一想呢 那如果是 我不为了收入 而去工作 生活的一个状态 什么样子呢 那我每个月 需要花多少的财富 才够呢 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 到时候我会把这个文章的链接 放在视频的下面 嗯 嗯 我先给大家讲讲两个 我看到的极端例子吧 我有一个客户呢 嗯 是生活非常健康的一个 五十几岁的女士吧 她当时来找我的时候呢 是被lay off了 然后呢 嗯 卖了她的房子 嗯 然后呢 嗯 在那个 硅谷嘛 也赚了一笔钱 然后她换了个很小的 apartment 她本来就一个人住 所以呢 一个一放一厅的apartment呢 嗯 就足够她住了 所以呢 她来问我一些税务上的问题 和她 养老金应该怎么放 然后呢 嗯 当时很subscribe的是 我帮她来 嗯 做一些数据嘛 来算一算 她每个月需要支出多少钱 然后她说 她每个月只花五百块钱就够了 当时是 真的是把我suppress到了 我想哇 你在硅谷住着 每个月五百块就够了 那我把她的案例呢 也写在文章中 我会把那个 下面的链接发给大家 嗯 是怎么 算出来那五百块 怎么够的 然后呢 嗯 还有另外一个极端的案例呢 也是差不多年纪的 五十几岁的一对夫妇 当时也是嗯 和我去聊一聊养老金的事 然后呢 他们每个月 现在开销差不多是一万多美金嘛 他们退休以后的生活呢 是向往着有两万多美金一个月 啊 的生活 那其实我觉得都挺好的 嗯 个人有个人 喜欢过的一个生活状态 啊 没有嗯 钱花的多 钱花的少 也不是绝对的 生活质量的高低 那然后 啊 通过这两个案例呢 我就突然了解到 其实要实现财富自由 不需要很多钱 我们呢 只是需要了解我们到底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于是呢 我就做了一些自己的呃 数字吧 先要figure out一下自己想实现财富自由 嗯 要花多少钱吧 每个月 那我就看看自己的爱好 比如说我也喜欢音乐 那听音乐也花不了很多钱 嗯 嗯 喜欢做一些呃 小创作吧 虽然自己的 也没啥写的好听的歌 唱歌什么的 但是呢 总的来说 嗯 每天这样一个hobby呢 就是买一些音乐设备会贵一点 那我都已经买过了 大概也就是花了不到一万美金嘛 就可以解决这样一个爱好了 还有的爱好呢 就是开视频 嗯 所以现在拍视频 其实是挺愉快的一个一个过程 那可以把我肚子里的一些想法吧 分享给大家 嗯 当然是 嗯 想法嘛 都是个人的opinion 也没有对和错 嗯 如果大家觉得挺好的话 那我们可以接着一起相互的影响 那如果是有人跟我不同的opinion 那我也会尊重大家 因为毕竟每个人想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那再说回财富自由这个话题的话 嗯 像嗯 每个月还有什么花销 在硅谷贵一点呢就是养房子 如果你房子付清了 那每个月的吃住也花不了很多钱 今天呢是聊财富自由的话题 那我再想聊一点点 嗯 怎么花钱吧 嗯 嗯 很有意思 女生肯定很会花钱的吧 嗯 至少大部分吧 那然后 为什么我要聊聊怎么花钱呢 是前几天我看过一个视频 挺有意思的 嗯 平时其实我们花钱也是不知不觉的吧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习惯 每个月记账 那通常是 嗯 我认为了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不太习惯 每花一笔钱都记账吧 那呃 那个视频呢 虽然是讲那个身心灵呢 怎么样让我们活得更愉快 然后呢 他就提到了 我们可以观察观察 我们平时花钱 如果这个钱花出去呢 让我们特别愉快 比如说 嗯 我妈妈说 最近想换一个iPad 那我花出去这笔钱 让我换过来很愉快的一个心情 那我觉得我妈妈高兴 我也很高兴 结果我问她最近要不要 我想给她买呢 她又说 暂时先凑合着用着她的老的吧 等哪天 她想换了就换 那我要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呢 就是 其实我们花钱呢 可以focus 观察一下自己 就是 自己花钱的一个习惯 那比如说 我们女生都喜欢 买个名牌包包啊 买一个 喜欢的东西啊 这本身是没有错的 因为人都喜欢很美 很好的东西 那然后呢 让自己怎么样 才变得不乱花钱呢 嗯 所以我 也是喜欢看看视频 尤其是 最近吧 接触到一些什么 叫 断舍离 因为东西买多了 在家里堆的 确实看得挺烦的 尤其是 以前没有 pay attention的时候 你会不知不觉的买很多很多东西 换了房子 越换越大的时候 就堆得越来越多 后来发现 其实你是为了这些物品在服务 也挺辛苦的 那我接触到断舍离 这种概念的时候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开始观察自己怎么样花钱 怎么样买东西 那慢慢的再有一些改变嘛 所以呢 为什么觉得它跟财富自由有关系呢 因为我们先了解 钱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然后呢 花钱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如果这个钱让我们去特别愉快 那我们就花 那有时候呢 比如说 有些钱花出去并不是很愉快的一个心情 那我们就想了解了解 为什么 当然我没有这个习惯 我打个比方 有些人喜欢 比如说心情不高兴的时候 就去赌个博啊 或者是做什么呀 喝个酒啊 这种可能你只是买了一时的那种 不是真正的愉快了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能够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 观察我们怎么花钱的一个习惯 其实对我们实现财富自由 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 然后 当然财富自由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 就是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 你的钱 你的钱 进来的钱的速度 要比花出去的钱的速度 更快 然后呢 钱呢 不用我们花时间去换 那通过别的渠道换 比如说是我们投资赚来的钱呀 我们投了房地产 的一个passive income 或者是我们很会写书啊 有版权啊 或者是 以后我会和大家分享 分享有 我了解的有多少的passive income吧 都是可以的 那最后就总结一下吧 我认为的财富自由呢 就是 一个生活状态 然后呢 我们不需要为钱的来源担心 那通过我们的一些知识 通过我们的寻找的一些理财的产品 或者是我们做的一些投资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才能 通过写书 写软件 或者是我们自己创立的公司 能够给我们带来一定的passive的income 然后呢 可以cover到我们的生活 源源不断的cover 那就是实现了一个财富自由的状态 那实现自由之后呢 并不代表我们不去工作了 我们还可以大把时间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 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分享一些自己学到的知识 就很愉快 然后 所以就有了做视频的这样一个